各位大家好 這邊來介紹一下TU 應該是TU12之後呢 在我們的收集裡頭 進度 收集裡頭 收藏品的通訊裡面 多了一份叫做 藍理報告的東西 藍理是什麼呢? 藍理基本上就是 美國CIA的總部Landing 在遊戲裡面 它不會指名就是CIA 基本上它就是CIA的報告 那根據網路說法呢 它就是最後 Alice總統的一些通訊 所以我們要怎麼去收集它呢? 其實是非常的簡單 就是主要在這個 白項目盆地 我們要獵捕 這個劉飛的時候呢 順便在路上可以拿得到 那怎麼拿到它呢? 你必須要先 在這個獵捕任務裡面 把其他四個人都抓到之後 然後最後再打劉飛 到白項目盟地 所以你在選擇 白項目盟地的時候呢 就是要選擇獵捕選項 如果你之前打過的時候 沒有這個 拿到的話 想要重打那也沒有關係 所以進來之後呢 先選擇任務選項 然後切換任務模式 改成這個獵捕劉飛行動 那我一般一般是 我選擇一般 因為我只要拿這個 報告而已 OK 所以 重置 重新讀讀之後 我們就可以開始 進去裡面 準備獵捕他 進來這邊 清完這個 院子這邊的這些怪之後呢 我們進到這個房子裡頭 就按一下掃描 聽一下故事 重建一下 Echo 好 聽完故事之後呢 我們到後面來 到他的辦公室這邊來 有一個筆電 然後他們使用筆電 好 好 我先停掉了 所以基本上 打到這邊 就收集到 全部的通訊 我們看一下 收藏屏 通訊 那裡報告 所以十份報告都有 對 那你就可以下載 來慢慢聽中東亞洲各 全世界各地的報告都會有 OK 以上就是 收集到你報告的過程 我想大家都還沒有分享 可以來收集看看 然後如果你收集完之後 你可以決定要不要打完 如果不打完 也可以 就可以離開 那如果想打完就繼續 打完剩下的這個副本 OK 那今天的這個介紹就到這邊 謝謝收看